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再来到《广东广西广东话》 我是Chr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黄老师 我们拍档了一段多长的时间 我都不记得我们拍了多少集 其实我们的内容也挺丰富 也挺多用化 对上一集我们说了很多所谓的汉化名字 尤其是英国人在香港的汉化名字 上一集说了几位港督 这几位港督的汉化名字也有点典故 我们上次说了很多 今期再说多一点 除了讲英时代的英国人在香港的名字外 我们在加拿大 加拿大的一些正要的人名字 坊间怎样译做广东话 也可以说一些在香港大家很熟悉的牌子 其实也有很多估计的 好了 上一集就说了很多港督 今次有一位仁兄 他也挺长命的 一百多岁 他就不是港督 他就很慎慕的 香港就建了很多公共屋邨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麗德邨呢 麗德邨有听过 其实以建筑界来说 这个屋苑有些地方做得不错的 而这位屋苑的设计者是一个英国人 一百零二三岁 我不记得是几年前才逝世 所以有时有些讲历史文化的网站 都提及过他的名字 不知道是哪位 你知不知道是哪位 按照我这个资料搜集就是叫做烏麗德 没错 这个地方叫做麗德邨 这个建筑师 其实我以前也有见过很典型的白人 自然我们私一集所说的很多汉法的名字 就是用西人的last name来译造名字 尤其是W-R-R-H-G 译造广东话乌麗德 刚刚有三个字都用完 我个人就觉得乌麗德这个名字 听下去的声音不错 麗德都是一些很熬烈的字 典牙也不是太深的字 是 它是鼓励的麗德行的德行 没错 有另一位仁兄 其实港英时代大家都很认识 似乎有一段时间大家很少见过 但最近因为香港的候选特首 他有一些选举团 有一些名字 其中有一些是非华裔 这位仁兄可能也有些华裔血统 我不清楚 总之看到一个英文名字 叫Ronald Akuli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 我特意转一次 A-R-C-U-L-L-I A-K-U-L-I 如果大家听这个英文名 可能未必知道他是谁 但如果说中文名字 大家应该有些印象 就是夏佳裏 春夏秋冬的夏 巴佳佳 李士的李 A-K-U-L-I 如果你纯粹以汉化的名字 第一是语音 第二是中文真的有人姓夏 佳裏也是一些煲池 那就不错 但说到这里 我真的发挥了一些想象力 我相信当日替他译作夏佳裏的名字 就是想好听些 假设是一个平衡时空 你知道英美政府这些白人 全部都是衰人 如果你暂在伟大的中国民族的角度去看 这些什么衰人 就没有理由给他好名字 改他更衰的名字 A-K-U-L-I 那会怎样译呢 我们就是广东话 要说一个人的品德不好 通常是什么 偷骂拐骗 我想到那个握字 AR 可不可以想个性做握呢 AR-K-U-L-I 就是你 你知道他们经常是衰人 通话拐骗 找你找 AR-K-U-L-I 就骗你 中间那个字 不妨大家用我 自己填了 根据我 AR-K-U-L-I 我怕我们被人禁制 应该这么说 这个只是一个平衡时空的说法 小弟本人最下加的先生 就没有半点厌户 只不过一个人改名字 好不好听 就好看帮他改名的人 对这个人的一些主观看法 我上一集也说过前港督尤德 其中有人提出 不如叫个中文名字叫尤爱华 就有少少肉麻 这个下加尼这个译法 和我刚才说的不好听的译法 就是那句 一个名字觉得很不好听 其实都有它的象征意义在 另外有一个就是 嘉道里家族 都是在这个特首选举里面 他那些什么团都看到的 Katuri 我不知道是否读在英文 K-A-D-O-O-R-I-E 嘉道里 是嘉,是嘉,是嘉 我想印象中的华文 真的很少有这个译法 但你至少听下去也是好听的 我记得有个家道里农场 没错 其实家道里家族 在香港已经有很多代了 讲到这里 就是讲一个看法译名 一些不同的考虑 正如我上一集所说 就是通常拿别人的英文 那个last name 第一个响音 做一个看法译名的姓 然后再加上名字 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两子爺 都是同一个last name 而这个last name 有几个音节 譬如夏佳里 我们知道是Ronald Akkuli 而那三个儿子叫John Akkuli 那老爸又有 夏佳里这三个儿子 都拿了last name 难道他叫他 夏佳里二世 好像有点奇怪 这个真是纯粹两代 或者譬如布殊总统 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是 老布殊小布殊 这样也正常 但是Kennedy家族 在美国的Kennedy家族 几代 虽然他后来的两三代 除了做总统那一代 比较和人认识之外 跟着那几代 都比较少见报 都没什么所谓 但是例如说 加代理家族 其实在香港很多年了 如果某一天 加代理家族 不知道几代 掌门人 或者李士忌出来见报 那名字 和你老大爷那一代混乱了 是不是会有点混淆呢 又或者譬如说 香港有一个财团叫做怡和 可能大家未必好知道 其实就是艾特兵战争的时候 有两个英国人 Jardine和Matherson 就是两个英国人 这是他们的last name 就搞了一间公司 这个公司拿了中文名叫怡和 叫做Jardine和Matherson 那时候不同年代的掌门人 都是来自这两个家族 我想像一下 如果隔了这么多代 他们在不同年代 不同的老爸、子、孙、见报 又叫做Matherson 即是谁呢 可能会有少少云雅 刚才你那里说到总统那里 如果Kennedy是译为金乃迪 但是我们香港没有一条街 我们叫做坚尼地道 其实是同一个字 也是Kennedy 也是同一个last name 你也说得很对 有时候有些last name 不止一个 譬如说是Kennedy 以前香港真的有一个总督叫Kennedy 跟后来在美国的总统家族Kennedy 也不同 而事实上那个家族 我的理解不止是总统 也有做生意等等 所以你说看法译名 就是有一个先天上的限制 Kris 你也知道我们很多政客都有中文名 有没有哪些中文译名 你觉得译得不错呢 那么多个之中 我觉得有一位特别有印象的 我不记得多少年前 有一位英文名叫Stockwell Jay 我看上去也挺肆硬 最后名叫J 中文名叫大国慧 Stockwell Jay 大国慧 因为它的last name只有一个音 所以它就拿了这个单音 做它的声大 还是会真是有人性大 而且也不是少的 Stockwell亦是国慧 尤其是中国 尤其是近代 很多男士就改名叫国慧 因为民族的情绪比较强 又是国富、国强 本来就有点点老土 但是因为Stockwell Jay 是在全国的政治里面 都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它改名叫国什么国物 我反而觉得刚刚好 很适合它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静下角色 我觉得这个名字简单也是觉得不错 也是有一个保卫国家的意思 国慧 我们多伦多市长 好像都做了两届 都做了很多年 就是John Torrey John Torrey 亦做庄德利 德幸的德 我发觉这个德幸的德 都很受欢迎 在我们帮西方人士改名 利就是利益的利 所以John 亦都有人姓John 我们的华人 但是它的最后名是Tori 是T字 又不是刚才说跟着姓 它是整个名字这样读 John Torrey 他就John得利 是这样 嗯 另一位就是John Meek Singh 就是祖面诚 也是拿了他的第一名字 来做姓祖 我又不可以说他错 只不过是不同年代 就是译名的方法 以前就是拿别人的最后名字 做中文的姓 你跟我刚才说的例子 就是拿了别人的第一名字 做姓 我又不可以说谁对谁错 要说中文和英文的名字 有些差别 在西人社会 其实升值很多 因为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乡下 反而有时有些名字 真的可以很普遍 以前我上班过五个人 竟然可以有两个人叫David 两个人叫Chris 只有五个人的一个小部门 反而中国社会 当然有八家姓 但是比较普遍的陈里张和河 很多 有时两个人的名字 完全撞到正一正 坦白说就不太多 当然了 国什么国物 有个国字 可能很多 还有李嘉欣 那些 嘉欣、嘉强、加密 加字或者国字 进行很多 但是两个人 完全的名字 撞到认一认 而且写法都一样 很多人的名字 又真的不太多 但是姓 整天都是重叠的 尤其是那些比较多人的姓 所以汉化语名 这方面也有一个考虑 我不在这方面的专家 我不可以说哪种对 哪种错 似乎就是现在你看到 有两种趋势 是的 我觉得可以 我自己能接受 因为我们英文的时候 比如你听新闻 他都会先说第一名 接着最后名 当然你刚才说的 我们中国人的姓 是要先行先 然后名字 就跟着 但是到我们去翻译 这些西方人的名字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可以这样说 可能以前是 大家追求你的姓 先行先 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姓 跟着名字 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 就是连个first name last name 一起译 或者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Kennedy 姓简也可以 如果爸爸叫Peter Peter Kennedy 儿子叫John Kennedy 爸爸可以译作简比德 儿子叫做简约翰 就一次过解决了我刚才所说的问题 即是姓简 Kennedy 只是用第一个音来做个姓 接着用名字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或者譬如说我刚才提到 Statwood的日子 更加不存在一个问题 要是日子就译作大 人名、译名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不如说一下牌子 我们上一次说过几个牌子 唱片公司 因为你喜欢听歌 你之前也听过许冠杰 许冠杰当年就是玻璃金层面公司 英文名叫Polygram 另一间大的公司Warner 中文名叫华纳 Sony就是Sunny 我只是说这三个名字 包括宝礼金、又宝贵、又美丽、又金融莫木 华纳 我觉得三个名字之中 Warner就比较热得好 华是华丽贵 纳是海纳白川 严格来说它是阴翼 但又不会完全阴翼得好 差一点 但是华纳这个名字 真的很中式很典牙 新力相对地被人的感觉 新的公司不一定很大间 不过很有朝气 很有实力 其实这三间公司 七八十年代开始 香港有唱片业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以前 未有广东歌之前 那时候那代的人 多数是听一些粤曲 接着是罗文或者汪明荃 唱那些第一代的 粤曲味比较浓的 一些古装片的主题曲 那时候那间叫娱乐唱片公司 你印象中我小时候 看到唱片的风陀 都是一些古典中式 有些少量 你后来看看这三间 外资的唱片公司 比别人的感觉不同 好了 这三间唱片公司 也是一个例子 我刚才说那几个译名 它有个意义都在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和路迪士尼 因为有很多奇老鼠 或者公主 Walt Disney 现在全球都有很多 不同的迪士尼乐园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上海也有 我喜欢这个译名 有一个 刚才那些译名 也挺好听的 但以下这几个 那层次 我觉得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Ravlon 中文名叫做 露华龙 露华龙 即是 大家女士 可能是男士都知道的 可能是 要化妆 或者护肤 或者护发 这些牌子出了很多不同的产品 这个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有个典故 这个典故就是这样的 云上衣裳 花上蓉 春风 忽浪 露华龙 我们今天不是中国古文研究 我意思只不过是 露华龙的中文名 就是这句诗词里面出来的 甚至不需要太考读 露华龙这三个字分裁 你只是看之前的七个字 云上衣上花上蓉 云上花上蓉 云上花上蓉 女士也是一样 做另一种美容牌子叫露华龙 你已经可以想像得到 这种牌子是给女士令自己漂亮一点的 粉底也好 蜘蛛也好 润肤也好 润肤也好 整头发也好 是有一个典故在这里 是的 这个应该是用来形容杨贵妃的 它说露华龙 你知道露是露水 是露水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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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词长的时候 就用了这个名字 你提到这里 我想多说一些 就是春风忽蓝 春风很容易理解 就是轻轻的风吹来 就叫做忽蓝 就是门蓝 或者可能是栏杆 住处女人生意识 你记得我们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卡拉OK 有时有些女歌手的卡拉OK 就是那些影像画面 你可以说老套 就是可能阳光普照 或者轻轻邪羊 一个女歌手 不是女歌手 女歌手长长头发 可能发过很浓的妆 后面就有类似丝巾的物体 在跑 在跑 那种春风忽蓝的画面就出来了 终于Reverent 这种牌子 当时是要打入香港 一个比较中产的人 开始有少少消费能力 也说一些品味的时候 就经一些广告公司 就要建立自己所谓的branding 建立一个牌子 老华龙 其实就回答你正确的问题 就是原来当时 这个社会开始有消费力的时候 并不是只是找一些大牌明星 不知用多少个八个零 就是代言 原来当中 对文化抵挥都有些要求 再说一个就是IKEA 有些人读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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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英文的正确读法 是怎样的其次 我们加拿大通常读IKEA 是的 我也知道有人读IKEA 那我们不要心急 原来诗经里面有一句 就叫做 知之以归 宜其失家 也是那句 我们今天不是说中文研究 但是诗经 四书永经 四书离液春秋其中一本 宜其失家 宜是适宜 宜是适宜 宜家就是你住的地方 简单来说 顾名是适宜 就是使你住的地方更加好 这个就是IKEA 中文译名的文化抵挥 他应该是IKEA 亦叫做宜家家私 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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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是宜的宜 宜家很适合一个家庭 所以你去买 这些 家具就适合了 有空没有工作 就去逛逛 IKEA 都是一个好的节目 还有另一个牌子叫 Simmons 中文名是植梦斯 植是一直说的植 梦是发梦的梦斯是思想的词 这个是卖藏玉的是不是 没错 藏信用品 其实 Simmons那词大家可能未必有印象 植梦斯即使你不是那个年代香港生长 我就这样跟你说植梦斯三个词 你都可以想像得到 我和睡觉 发过好梦 处理这些有关的忍真的词 也是一个觉得挺漂亮的名字 或者我们之前都说过 Beatles 做Beatles 都是形象化的名字 通俗典雅 但又不会艰辛到太过利地 其实改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譬如如果有新的父母 小朋友快出生了 大家都可能会想一下 帮小朋友改什么名字 在刚才我们说的译名里面 其实我们也会花点心思 看看能否尽量译到 譬如音又会配合得到 接着又有意思 因为你改了名字 是被人叫的嘛 所以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 就是我们文化方面 或者是历史方面 和我们的身份象征 或者身份认同等等 所以这个其实也挺考究的 改名 我们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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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